бон枕 在小狗里 我开始为了 羊羊羊羊就不走 然后我就让那小狗狗牙 就是九点多了 就是我刚好在那等车 然后他过来了 还有什么 切的时候掉了一点在地上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自己就去把它吃掉了 就发现他一直在舔地板 可能在他眼里面 到处都是骨头 就感觉生气了 然后就跑到那个施主间门口 后面去安慰他 他也不理我了 他们就趴在地上 他们就过来过去 然后那个绳子就跑到屁股那 走了两步 那个绳子就直接掉出来了 竹竹儿过来 来帮我撞死 本来就平时就傻不拉机的 喜欢乱跑乱撞 没想到 他就真听懂 然后就撞过来了 桃花 桃花 我还知道 只得一咯别给你 这些 那是别人自己的才是 还去吃东西 来吃 来吃 我没吃喝酒 我没吃喝全的 我忘了 我没吃喝酒 我会 vel 这只猫好像在训它 你看它的尾巴 它好像在冲击 当时就觉得特别神奇 这个大鱼一直在我们小区里流浪 然后周四的时候把它离回家了